清晨漁溫狂風又暴雨 突然一劑雷響閃電劈下來 供電開關爆炸噴出火花連炸兩次 爆炸噴火花養殖業者 拉著小黑狗躲到公寮裡 事情發生在高雄湖內區 供電系統連炸 造成附近336戶停電一小時 同樣出現驚人閃電的 還有坦南新化區 一劑紫色閃電 就像一根長矛 從天空砸向地面 發出驚人閃光 大雨大雨一直下 子關區工廠附近道路邊小河 水已經超過60公分 警方交通管制封閉道路 因為已經有轎車 輪胎壓到路邊水溝卡住 車身傾斜 半輛車泡在水裡 車上幾人啊 兩個 警察先生把他們接送走 還有新興區這間餐廳 水就向瀑布從籠底 一路往下宣洩 餐廳到倉庫 地上全面積水 變成小池塘 一看原來是因為 窗戶沒有關好 只好停業一天打掃內部 一個不小心 已經損失好幾彎 那當然也跟顧客 就是感到致歉 南台灣從深夜到清晨 降下暴雨 閃電又雷劈 攻略開關連續爆炸 噴火花 300多戶停電 道路邊小河 半輛車泡水 餐廳淹水停業 颱風來襲前 零星災情不斷 居然不綜合報導